看到這一次這種保險理賠的狀況 經過釐清 一列出來發現 好像國人自行投保的其實不多 而且平均每個人的理賠金額 竟然只有75萬元到300萬元之間 那麼在傷痛之餘 以後我們國人再搭乘飛機 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 是不是借這一次的案例 我們應該不該多一點自行投保這種觀念 要注意一些什麼 事實上是需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搭乘的各種交通工具 雖然你搭乘飛機 你搭乘高鐵 台鐵 捷運 公車 雖然它有幫旅客保險 可是它投保金額都非常低的 很低 像上次捷運政節事件 基本上它只有200萬 那飛機只有300萬 事實上人民真的沒有這麼便宜 我會建議各位觀眾就是 其實每個人在平常 你就可以買一個保險的動作 比如說意外險 傷害險 甚至那種醫療險 那您看個人的經濟能力 看您需要投保多少的金額 那你在出國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剛才的報導也有提過說 如果您用信用卡刷卡付機票 它基本上就有一個保險 那您也可以在機場再買另外一個保險 就是其實給自己心安 那大家都不願意會有這種意外的事情發生 可是至少你有一個保障以後 你對家人在後續的生活上 是會有比較有保障的 是 因為人又有旦夕獲福 有時候真的很難講 謝謝文傑建議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您到現場來 謝謝 謝謝